仪式感 仪式感一点也不贵 就看你有没有用心咯 虾头先下锅煸出虾油 锅不由其加入大蒜洋葱胡萝卜小西红柿 再来一杯极为仪式感的咖啡 最后泡沫分割顶 让每根意面都吸满汤汁 简单的摆个盘 来第一口给你们吃 最后的虾就不留给你们了 土豆还可以这样做 您吃过吗 找一个正方形的土豆 用削皮器插成薄薄的厚片 香肠切段 用土豆卷起来 插上牙签固定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全程用小火慢炸 炸着金黄薯透 烙出控油 撒上麻辣鲜 烧烤料 土豆这样做特别的好吃 您学会了吗 喜欢学会的朋友 点亮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为他准备的零食架 零食不一定要吃 但是想要的时候一定要有 足足有酒包配料 做饭也超简单 碗料包里加入360毫升的费水 放入煮好的面条 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包 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麻笋 打上葱花 芝麻 最后插上仪式感满满的海苔 一网重新浓到位的豚骨茶茶拉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以为这是个灯罩吗 今天这段是有个粉丝问我说 快要到纪念日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氛围感的美食 非常的简单 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给气球装水了 熬糖在前几期视频教过你们了 温度升到130度 管我消泡 淋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 这样做菜效果更好 我原本以为这个碗已经够大了 没想到还是煎得到处都是 剩下糖酱也不要浪费 让它这样自然的低落 仿佛拉丝 稍微控制一下粗细 像这样叠起来 你们看像不像个鸟巢 用了装冰淇淋是最好的 不太容易化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听粉丝说 爱吃土豆的人都很老实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是男朋友一教学的韩式辣薯条 没有男朋友的就是叫不应动手了 薯条滚水下锅 老出后记得锅给凉水 口感会更好哦 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韩式辣酱是灵魂 别说半鞋垫了 半鞋底多好吃 淋在锅锅凉水的薯条上 抓拌均匀 麻辣脆爽的薯条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某人说我做的鸡胸肉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切好的鸡胸肉先研制一下 再调个料汁配放在屏幕上了 土豆煎到表面焦黄酥脆 鸡胸肉煎至变色 再加点洋葱淋上料汁 盖上盖子先蒙着 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 糖和茶叶小火慢炒 炒到糖完全融化 接着倒入开水和牛奶 煮西米的时候加点红糖 煮出来就更像珍珠了 西米打底倒入奶茶 鸡胸肉也蒙好啦 撒上白吃嘛 看看这料汁 不拿来拌饭 这不是浪费了吗 每一粒米饭上面都裹满了酱汁 还有一点也不柴的鸡胸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花甲粉丝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花甲粉丝想要味道好 酸仁少不了 用油鸡巴加香气特别的惊艳 我觉得身边要有个人 像花甲粉丝一样 不一定要贵 但是要对你的胃 那就够了 其实相比于花甲 我更喜欢你们的金针菇和粉丝 西米煮了汤汁 除了好吃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做的手撕鸡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煮的时候加入姜片 冲装料酒可以很好的取出腥味 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做手撕鸡 那他应该很喜欢你 不怕麻烦一点点撕鸡肉 只为人看到你满足的表情 这颗配方更适合夏天 比较的清爽嫩滑 记得要做好笔记 抓拌均匀 就完成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最喜欢的鸡爪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香辣鸡爪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哦 鸡爪人水下锅 加入曲心三件套 听说多吃对象做的菜 会越变越好看哦 加入屏幕上的香料 再来一大把干辣椒 啃着鸡爪聊着未来 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的只做了辣椒面哈 搞得来吃不安逸得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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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